我如果要在這個上面 跟你對打的話 你兩天就紅了 我沒有要打 因為我要道歉 日前上吳宗憲的節目 誠意還特地道歉 身段也放染 寶寶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愛 你就一張就跟人家合照包包了 我覺得商業行為就沉盛 你幹嘛改人家公司的遊戲規則 因為他… 我也是他們 他們規定的 我跟你講 為什麼 那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不一張就合照 然後三張就包包 你知道為什麼 我是公司 我是上面公司 我會衡量 因為我的粉絲來 人數有這種可能 人太多了 他是用人馬來定價的 陳怡一向說話直接 經常針對時事 在臉書發表自己的意見 曾經唱過小豬靠肉體賺錢 吃上官司 也曾批評憲哥不專業 在網路上評論兩集 之後凌晨 他卻在臉書PO文 透露自己想離開台灣 陳怡說 那麼用盡全力的努力過了 依然無法改變什麼 只能看著這塊深愛的土地 不斷爛下去 累了 疲憊了 所以走了 甚至回覆網友 我不會讓小孩在台灣長大 這樣的PO文又引發網友回應 有人留言表示捨不得 但也有人痛批 請記得走得乾脆一點 妳其實過得很自在 對 因為我就是 我完全不在乎世俗的眼光 就是老娘想怎樣就怎樣 就怎樣 每個人不就是追求這個嗎 對 對啊 為了別人而活 真的太辛苦 如果因為別人討厭 妳要去討好每個人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發言總是嗆辣直接 陳怡每一篇PO文 都會引起網友回應 這回PO文述說想離開台灣 又引發關注 但經紀人透露應該不會這麼快 記者綜合報導